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我爱发明 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科学顾问彭博华老师 欢迎彭老师在一起来的节目当中 彭老师平时出门的时候 多半采用的交通工具都是开车 是吧 四个轮子的 如果进的话就骑自行车 两个轮子的 对 有时候是坐公共汽车 有没有用过不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吗 那当然你像飞机飞起来以后没轮子 船在水里应该说是没有轮子的 但是大部分我们在路面行驶的时候都是有轮子的 那么为什么要说轮子 今天我们这两个发明项目都跟这轮子有关系 只不过两个都是一个轮子的 那么他们跟其他的交通工具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说到独轮车 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要算是杂技中的独轮车表演了 作为杂技中的经典项目 独轮车以其精巧绝伦的表演方式 新奇刺激的动作设计 常常让观众叹为观止 因此无论在什么级别的杂技表演中 我们都会看到它的身影 说了半天 那我们今天发明中的独轮车和杂技独轮车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还要从一个人说起 发明团队赵磊研发团队 发明项目自平衡独轮车 赵磊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大学毕业后学习电子工程的他 带着理想和抱负 只身来到上海大拼 几年的时间 他适应了大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慢慢在上海站住了脚跟 但偏偏有一件事 却始终让他头疼不已 最头疼的就是这个上下班的问题 因为上下班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从公司到地铁站有三公里左右 我先要走个好长一段路到公交车站 然后呢 乘完公交车还要再走好一段路到地铁站 从我家到地铁站的话 那就更没什么更合适的交通工具了 时间太长了 三个小时相当于一天的八分之一了 通过了解 赵磊发现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和自己遇到同样问题的人还真不少 他想到能不能发明一种逮捕工具 来征服这种尴尬的路段 同时有轻便可以随身携带呢 有了发明的想法 赵磊便找到了 几个和自己有着同样冲动的年轻人 组成了研发团队 通过对国外同类产品的研究 经过一年多刻苦钻研和公关 最终设计出了一种新颖的代步工具来 为了一睹为快 记者来到了他们的研发室 赵磊 你好 我听说你们这几个年轻人 做了一个新型的代步工具是吗 对 还是我们没见过的 之前都没有的 十八九你没见过 你现在马路上基本上是没见过 没见过是吧 那你现在能让给我展示一下 到底你们说的这么选过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来试 这里有一个 就是这个是吧 对 这我看它跟咱们平时建的 这个普通代步工具还真不一样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自平衡独轮车 自平衡独轮车是吧 对 自动平衡 这个独轮能不能看上就一个轮子 很明显 那这个自平衡是怎么实现 它是这样的 你看那个自行车 它有前后两个轮子 那么你就根本不用担心 前后的平衡问题 你只要控制好左右就行了 那么这个一个轮子的时候 它前后左右都是没有平衡的 你看现在是没有任何平衡 它前后会倒下去的 那么假设 我倾斜一点点开机 你看 它突然就 就震过来了是吧 对 它有个自动找平的过程 然后它就震过来 这个时候 你无论前后怎么摇 它都不会倒下去 我试试 这个就是已经开始动了是吧 它已经给你找平了 然后你再试试看 试着把这个往前往后推 就动的是只有轮子了 就动的只有轮子 然后车体整个是平衡的 对 这个就是 它是前三年代表工具的一个基础 我感觉这个东西这么厉害 那究竟效果怎么样 咱们还得到实际去检验一下 一会儿去试试去 那咱们一会儿试试 好 我看你走这一圈还挺轻松的 还挺酷的 对 它是完全靠那个重心控制的 靠重心控制的 对 靠人体的重心 人体的重心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操作 就是用重心就能控制 它的前进和后退 是的 就是你想加速的话 就往前仰 你想减速的话 就是往后 是吧 那你往前是不是就跟咱们 汽车踩了油门 就是往前 对 向后就像踩刹车一样 对 如果你不踩油门 也不踩刹车 它就会运速滑行 那我看你这个 其实操作还挺简单 我能试试这个吗 这个可能你现在左右平衡 还练习的不够 我们可以先试试 那个初学者用的车 哦 这初学者用的车 是吧 对 我看这初学者的 这个就是 旁边多两个小轮 除了一大轮 还多两个小轮 对 这个那个 小朋友玩的 那种自行车一样 它先帮你左右平衡 有吧 这两个轮 对于初学者来说 更简单 是吧 对 那我试试 没有驾驶过这样的 交通工具 第一次 你身体前期的话 它会加速 前期的话是加速 是吧 然后你稍微往后 养一点减速 哦 对 往后养是减速 往前就踩油门了 是吧 对 踩油门了 虽然记者是第一次接触 自平衡独轮车 但是在赵磊的指导下 很快就掌握了操作要理 一番熟悉之后 通过自身重心的变化 便如同脚踏风火轮一般 行动自如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独轮车 它的前进后退 很有意思 完全是靠站着上面的 那个人的身体 重心的前倾 或者是后移 来实现 是否是前进 还是后退 它这个怎么做到的 黄老师 比如说人站在上头 这个人是竖直的 这个车 它就不能向前 你看中间我这 用了一根玻璃管 里边有一个钢球 如果人要向前请 你想那个钢球在玻璃管里 是不是就会向左移 对会往这边 撞到这边 这是有一个开关的 那我们看一看 如果说人向前请 回 回来 站直 我们可以看到 向前请的时候 开关接通 没错 人都转起来了 一站直 这球又回去了 因为这开关断开了 所以这个车就减速 或者不再向前加速了 而我们这个独轮车 它是一个双向感应 就是往前往后 它都会出动不同的开关 对 它前后都有这样的开关 所以你人身体要向前请 它就向前转 那么向后的我没有做 所以大家看不到它向后转的 所以你看 别看独轮车的个头小 重量也不大 但是设计确实是很精妙的 对 里头科技含量还是比较高 那么这款独轮车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点呢 我们继续去了解 我们都知道 虽然杂技独轮车动作巧妙 表演精彩 但相应的 学习起来难度也是相当大 对于一般初学者 要达到能够完成基本的行走动作 没有个把月都是很难做到的 更别说一些高难度的花样动作了 那再去掉了辅助轮后 自平衡独轮车会不会也像传统独轮车一样 很难掌握呢 这天我们带着两种独轮车来到了一个公园 看看在这里休闲的人们是如何评价 这天是这个 这个我上不去 这个怎么办 怎么弄呢 调低一点 往下 差一点 差一点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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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是不是挺难的 挺难 当有一瞬间好像有点要成功 但马上又摔了 马上又摔了是吧 那你试试这个 来试这个 这样 这下方啊 对中心在你右手 然后再也去跳上去吗 对对对 好 这感觉怎么样 这个好不好 放在哪 就很智能感应 就随便身体轻一点点 就可以往你想要的方向去了 电动的需要的技巧性 好像要少一点 就是好像我们这种 没有训练过的人 也可以骑的感觉 也可以骑是吧 对 你之前骑过这样的车吗 没有没有 没有两个轮的自行车 其实骑过两个轮 那两个轮的车 你骑得怎么样 还行 还行 那你觉得你能骑到这个 有难度 试试 没有 不能让轮太动 不能让轮太动 就这样 轮太踩下去就不会动 OK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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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走两个轮 哈哈 哈哈 走不住 怎么样 这个 这个 就像路这个 难路在哪 你知道的 就是前后它会晃 然后偏后长后不好 从现在又转 好 来 还不懂 上 上 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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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去的一往一趟 对啊 好 找我平衡 基本上找我平衡了是吧 对的 对 把脚靠住 可能它前后 就是不会前后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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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掌握左右的平衡 就好 好 好 别人在走啊 哈哈 哈哈 我看你这人都斜着走了 哈哈 你这 整个身体都斜过来了啊 啊 就是上身平衡 很难把握的 上身平衡 就脚一动 上半身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你觉得能掌握那个吗 不行 掌握不了 先下来 我很累 好 好 身体 这样 这样就 好 来 好 好 身体 正直接 身体 前期 好 稍微 动一下就能保持平衡和调整方向 是吧 对的 好 比那个容易吗 比那个容易 在短暂的测试时间内 对于传统独轮车 由于前后平衡很难控制 因此几位年轻人 连基本的上车动作都无法完成 到头来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相比之下 自平衡独轮车则明显要更容易上手 因此 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自平衡独轮车主要是以电力作为驱动力 通过车内的陀螺仪 计算机控制器能够精准地捕捉驾驶者驾驶的姿态 根据这个姿态 控制电机对车身实施准确控制 以达到保持车身平衡的目的 因此驾驶者只要通过改变自身的重心 就可以轻松实现对独轮车的控制 人们的认同 让赵磊等几个年轻人感到非常欣慰 看来一年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因此自平衡独轮车 也成为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 每天上班下班 外出郊游 基本都离不开这个小家伙 而且回头率也是非常的高 但是既然是代步工具 光能行走显然是不够的 那自平衡独轮车的性能又如何呢 首先我们准备针对独轮车的稳定性 进行一番测试 我们来到一块空地 用木板搭建了一个类似于独木桥的测试场地 这块测试场地不仅通道十分狭窄 平路陡坡相互交替 而且距离地面达到五十厘米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 自平衡独轮车的稳定性 能够经受读考验吗 像这样的一个宽度 对于咱们车难度大不大 有一定的难度 车子对你人体控制的反应一定要灵敏 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出现 一个呢 当你转弯的时候 车子可能没有立刻反应的 就是对你有反应 它还是往前走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看来这样的测试环境 对于独轮车的性能 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第一次测试的李悦 也不敢掉以轻心 做好充分的准备后 开始测试 刚开始独轮车通过第一个坡道 还算平稳 可刚在直道行驶了不远 便偏离了线路 两次 险接吊了下来 经过计次调整之后 李悦终于控制好了平衡 有惊无险地驶到了终点 看你过得还是挺平稳的 李悦 是是是 那你觉得在这上面 最困难的是哪一段 最困难的是上坡 到平地转折的这一段 会比较的 因为它有一个颠簿 它可能会心里会 再加上这种高度 你可能技术高一点 咱们找一个女孩 咱们再试试 看看是不是 对你车的一个考验 好 看来 即使是像李悦这样熟悉车的人 通过这样的测试 也不是件意识 那如果换成一个 刚学会驾驶的女士 独轮车还能准确完成任务吗 面对高难度的挑战 独轮车能否再展神威 灵活性测试中 又是谁最终功亏一篑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无敌 奔火轮 参与测试的女士 明显没什么信心 她不停地观察地形 检查独木桥的牢固程度 心里的紧张程度 可想而知 看你刚才围着这个独木桥 走了好几圈 试试怎么 是对这个不放心吗 还是觉得有难度啊 就是看看这个本 够不够结实 够不够结实是吧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还好 还好是吧 那你觉得这个宽度 我们设置这个 你觉得有难度吗 如果在平路上 肯定没难度 不知道这个高度上 我信不信 那愿意试试吗 好的 试试啊 没事咱们注意安全 好 好 走 加油啊 正当大家为女士的胆量 赞叹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怎么样有事吗 刚才摔着一下 还好 还好是吧 好 我觉得你已经尽最大努力了 是吧 差不多 但是技术问题还是怎么着 还是有点紧张 紧张 我看上去是不是腿都在发抖 对 这个有点 咱们再试试啊 不行是赖不行 就不试了 好的 本来就信心不服 这又出了意外 女孩能够战胜眼前 独木桥的挑战吗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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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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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面对高难度的测试 女孩儿 女孩儿和独轮车最终都经受住了考验 看来这个宽度对于自平衡独轮丝毫没有问题 因此我们决定把测试难度再次升级 用更狭窄的木板在水面上又搭建了一条通道 这一次就连李月似乎也没什么信心了 你觉得打开让我从上面过去是吧 对对对 这个说实话 这个像这么窄的路如果是放在平地上面的话 我们多练级别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现在越是这么窄越是放到水面上 而且又这么高 对我们车子的性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试试看吧 试试看 试试看吧 好像没有太多信心了 因为这个确实是太难了 相比之前的测试 这次无论对李月还是独轮车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因为只有独轮车更加精准地捕捉驾驶者的姿态 并灵敏地做出反应 才能保证驾驶者顺利通过如此狭窄的通道 没想到这次李月竟然采用了出人意料的驾驶方式 来了 来了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是吧 那我看你为什么是用一只脚踩在这个车上 另一只脚踩进来 是因为追求难度吗 不是 我是因为降低难度 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说是两只脚同时走的话 因为在摆动的时候是全身在摆 这样的话幅度会很大 可能因为我们的车子就是反应会比较灵异 你幅度横塌它一下子就会会会偏你跑到很多 那很容易会掉下去 那我们我们一只脚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靠我们这个腿全身 这样微微的协调 微微的摆动 就这样的话 它车子的摆动幅度也不是很大 那这样的话 在小范围之内是可以保持直线行事的 经过之前的测试 独轮车的稳定性算是经受住了考验 那它的灵活性究竟又如何呢 在广场的空地上 我们摆放了十个间距为1.6米的酒瓶作为障碍物 准备给独轮车来一次绕装比赛 赵兰 你看这就是我给你找了过来的比拼对象 两轮自平衡车 是 你这不是独轮的吗 我找了一个两轮的 对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灵活性很强啊 那你觉得在这个赵庄的灵活性测试中 你觉得你能赢吗 稳稳获胜 稳稳获胜 为什么 这么有信心 这个更小嘛 小了它更灵活一些 就因为它小就更灵活 对 小伙 你看它这个独轮车 那你这两轮车能赢它吗 我感觉能 感觉能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性能 这款车的性能也灵活性也特别高 稳定性特别强 咱们可以现场示范一下 比拼一下 比拼一下 你不说的 对 首先上场的是两轮车 1.6米的距离 显然对两轮车也没有难度 小伙子熟练的操作 让两轮车轻松的穿梭在障碍物之间 很快便完成了一个来回 轮到自平衡独轮车上场了 它能够超越两轮车吗 咋样 18秒 18秒半 还行吧 比它行 刚才它是多少秒来的 25秒开外 25秒开外 你记得还挺清楚 那你觉得你觉得这次速度满意吗 还是挺满意的 起码发挥了90以上的水平 看来在灵活性上 自平衡独轮车完全超越了自己的前辈 那如果我们缩短障碍物的间隔 增加障碍物的难度 它的表现还能如此出色吗 这次 我们让旁边练及轮滑的小伙 参与测试 刚开始 轮滑的过装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的 顺利穿越了障碍 可眼看要返回到起点的时候 小伙子却连续撞到了两个酒瓶 功亏一倍 就连以灵活性著称的轮滑 都无法顺利通过的障碍 自平衡独轮车 能行吗 虽然距离不到60厘米 但小伙儿巧妙地调整重心 变化独轮车的方向 最终成功完成了挑战 平时练过这样的距离位 平时都是练一米的距离 然后今天的话就只有60左右 然后上面还有心理负担 有心理负担 其实这个心理负担大于难度了 对 但是还是过来了 怎么样高兴吗 高兴挺高兴的 还第一次过这么短的距离 这么短的距离 好嘞好嘞 经过前两次的测试 自平衡独轮车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上 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可之前的测试毕竟都是针对 单向性能的考验 那在更为复杂的情况下 自平衡独轮车的综合表现 又如何呢 老李月 你看咱们前面 给你们摆了一个模拟的一个道路 让你们进行一个综合路段的比拼 送水 你觉得你这样对一个综合道路的测试 你觉得怎么样 我这个肯定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无非就是把我们之前测试的 这几个环节都综合了一些 我像前面那个测试的难度比这个要高 我都能通过 我想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是吧 小伙 你觉得跟它这个独轮车比 你这个自行车能赢吗 这比赛点 应该能赢吧 因为我们经常有骑自行车 我觉得自行车速度肯定比较快 速度比较快 对 那你骑车技术怎么样 觉得 一般吧 没什么信心 那你觉得能赢它 对 有信心 有 单从速度上考量 与自行车相比 独轮车并不占优势 科里越坚信 要通过事先布置好的狭窄通道 穿越独木桥 再通过障碍 将水送到对面坡顶的目的地 灵活性和稳定性是自己的优势 那现场围观的人们 又是怎么看的呢 你觉得他们这两个比赛谁会赢 独轮车 为什么呢 要的就是挑战嘛 要的就是挑战 你觉得独轮车和这个自行车比赛还有挑战性 对 我感觉比较有挑战性 因为自行车我们正常会骑 很好控制 时间挺长的 可是这是新东西嘛 我感觉 也比较新奇嘛 比较新奇是吧 你觉得谁会赢 我觉得自行车肯定会赢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骑自行车比那个车子好很多 这样吧 咱们支持自行车的就站在这个小伙子后面 然后支持独轮车的就站在李悦后面 好不好 咱们看看最终结果怎么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咱们看看支持自行车的有多少啊 一位 两位 三位 四位 五位 看来还是支持这个独轮车 这个新鲜事物的人比较多啊 一定超过了三位 结果最终怎么样 咱们还得看看比赛的结果啊 那么咱们再计时五分钟 看看谁送水送的多 通过这儿来物 好吧 我喊开始 咱们就预备开始啊 好 计时开始 比赛 比赛刚一开始 独轮车就凭借自身的灵活性取得了领先 将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远远落在了后面 很快就送完了一桶水 这让支持者们兴奋的鼓起了掌揽 再看自行车这边 虽然小伙子骑得不慢 可每次取水都要大费周章 时间上自然慢了很多 忙中出错 更是在所难免 几圈下来 更是累得满头大汗 相比之下 比越道显得轻松自如 很快就扩大了领先优势 这下 骑自行车的小伙更着急了 一不小心 竟把独轮车队的水桶都碰倒了 规定的五分钟 在两人你追我赶的情况下 很快过去 虽然自行车看似慢了些 但是独轮车运的水也被碰洒了 那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咱们看看这个两个队谁赢了 咱们看看这水桶啊 独轮车队的 大概接了有半桶左右了 对这次成绩满意吗 还可以更快一点 还可以更快一点 对还可以更快一点 刚刚有点保守 保守了 那咱们慢慢自行车就算 我看这个累得已经满头大汗了 也就是四分之一桶左右的样子 太累了是吧 对 还是他那个车比较灵活一些 因为我这个打了水 然后还有拐弯什么的 会水会洒出来 而且障碍物没他那个灵活更快 是你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 我已经尽力了 你已经尽力了 那咱们这个支持 判了这个 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队应该派一位技术 更好的来挑战 哦 你觉得你这个 对 因为在 不管在掉头啊 还是在打水 送水过程当中 这个操作不是很顺畅 我觉得我可以帮助我朋友 你可以 那你们同意让他再比一次吗 同意 好吧 他是自动车的高手吗 我觉得我们会胜的 你觉得会胜是吧 那咱们让你再跟他比一次 可以的 面对强敌 独轮车能否占得先机 又是怎么样的设计 让他敢于挑战高手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无敌 风火轮 比赛开始 这次 外国朋友的车技 显然提高了不少 不仅在速度上展现了优势 很快超越了独轮车 而且在转发和驱逐的时候 也不像之前反省 几乎是一气呵成 这确实给了李悦 更小的压力 几趟下来 李悦就落在了下风 这也让周围的支持者 焦急不移 不断为他 加油鼓劲 正当大家认为独轮车 这次铁定要失离的时候 李悦却集中生智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很快 两个人同里的水都建了点 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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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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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独轮车运送的水 几乎接近了满桶 这个是外国朋友 这个自行车运的水 还没有到一半 很明显这两桶水一比较 还是独轮车的多 咱们独轮车还赢了 你对这次的结果满意吗 其实我后面 因为桶里边水没多好了 本来我还可以灌的更多一点 还可以灌更多 我看你最后都用两只手来提水了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解放双手了 看你还挺高兴 咱们问问外国朋友 你好 你觉得对你这次的速度 感觉怎么样 速度肯定不太快 但是没用的 为什么没用 还是水不够 因为它的车可以让它 用两只手 控制很简单 对不对 你不要用手 但是我一个手还是要用 所以没办法 我觉得如果做这样的运动 我肯定最好选择它的车 选择这个车 谢谢啊 你已经很不错了 谢谢 看来无论是单向测试 还是综合性能比拼 自平衡独轮车 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这让研发团队的小伙子们 更有信心了 他们甚至找来独轮车高手 在高难度动作上 较量了一番 赵磊研发团队发明的自平衡独轮车 是将陀螺仪和电子控制的原理 运用在独轮车上 通过人体重心的变化实现操控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独轮车 难以掌握平衡的问题 它将日常代步和运动休闲 巧妙地结合起来 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出行方式 这个自平独轮车这个项目 我觉得非常新颖 而且非常实用 用途也非常广泛 它有独轮车的全部优点 控制起来非常灵活 我们片子就展示 能够做出非常精细的动作 一般来讲独轮车 我们都在杂技团里建设大家 骑独车 老百姓骑独车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项目通过它的高科技手段 是前后能够自动平衡 这样大大将近的掌握它的难度 一般是用简单培训 就可以掌握它 然后提到建议的话 我想这个车能不能 在充本可控的前提下 加上左右控制 这样的话掌握它更简单一些 而且操控我想应该供安全 前面我们看到的这款 自平衡独轮车 个头很小 很精巧 而且操作起来比较的灵便 有点像哪吒才的风火轮 那接下来要了解的这个发明 它也是一个独轮车 不过它这个轮子非常的巨大 那么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去看一看 发明人李永利 发明项目光束飞轮 2008年 在北京举行的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上 一些表演者们 每人都骑在了一个 外形奇特的大轮子里面 在场地中呈现了一片 炫彩托木的景象 这个怪异的大轮子 叫光束飞轮 是一种特殊的独轮车 正是它给闭幕式的表演现场 增添了一笔奇异的色彩 光束飞轮的发明人 叫李永利 家住西安 平日里就喜欢搞些发明创造的他 有一天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个响场 所有自行车都是人在上 轮子在下 那么有没有可能让人坐在轮子里面 骑车呢 既然想到了 李永利就立刻开始着手设计 很快 他就造出了这个奇特的独轮车 他主要由内外两个轮子组成 人坐在里面的轮子上踩踏条灯 通过链条带动一个红色的传动轮 而他又把力量传递给外面的大轮子 从而实现独轮车的运动 因为内外两个轮子只通过三个滑轮相连 所以在滑动摩擦力的作用下 坐在里面的人依靠重力 仍然可以保持平衡 那么这个造型奇特的独轮车 到底怎么骑 没有骑过的人 又容不容易学会呢 你感觉这东西能骑吗 我觉得可以骑 可以骑 对 但是我觉得它臂力要好 因为你想一下 你首先要把它撑起来 我感觉我骑的话也挺难的 是 用哥们为劲 你想不想试一下 想 让我试一下 就是这样的 跟链条串一样 对 来 好害怕 什么时候坐 好了 好 走 没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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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劳力在一旁旁边 可是坐在这个大轮子里面 还是有些手术不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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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别挡了 我就放了 你看 走 你还是越来越快 这轮车很滑 跑了起来 这一圈下来 她是既紧张 又兴奋 我想发展一下我的感受 我觉得它这个最主要就是靠惯性 我感觉 真的骑了之后 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感觉就是 这个病例不一定要有 但是 一定要有速度 一定要往前方弄好 这跟骑子应该没啥区别 正如老李所说 想要让这个大轮子 跑起来一定不要 其实 就像自行车一样 只要有了速度才不会摔倒 虽然广场上的人还不是很多 但是刚才的一幕却把附近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对 那你还是要把附近的人都吸引了 对 但是那个冰天反过来也已经到了 对对对 那你要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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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你还是要是可以看的 说你要踩上去开了 嗯 灯 快点 还换 你拿踩的换就踩一换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她会倒的 不用担心她会倒的 不成 我不玩了 结构复杂的核桃 一碰就扎手的板栗 想吃美味 先要去壳 是什么样的机器 让去壳的问题迎刃而紧 请收看外发明 破壳计 为了验证独轮车的灵活性 我们在广场上每隔四米 摆放了十个窄物 决定让周师傅骑着他来绕行八字 而这时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了过来 大家都十分期待着将要上演的这一幕好戏 装的间隔大概有四米 你认为能过去吗 能过去 能过去 这么有些钱 那行那我们试一下 虽然周师傅随上是这么说 可是这个没有任何转向装置的大轮子 真的能够连续转弯吗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周师傅最终非常轻盈地 绕过了每一个路障 没有转向装置的独轮车 完全是依靠骑手重心的偏移来转弯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 它的转弯板净 看来这四米的距离难不倒你 那我们给它弄成三米 怎么样 试一下吧 这位憨厚的西北汉子 还是那么有信心 可是 面对间隔 仅有三米的障碍 直径达到两米的独轮车 真的还能造型成功吗 第一个 第二个 可是 从第三个开始 它却只能隔着两个路障转弯了 当然 周师傅好像并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他准备 再挑战一次 这一番表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叹不已 而我们不善言辞的周师傅 决定用行动来回应大家的这份热情 舒展的身姿 轻巧的动作 独轮车在他的手里 画出了一道道 美妙的弧线 独轮车拐起弯来 非常灵活 那么 要是不给他足够的活动空间 还有是否能展现出良好的操控性呢 我们用两排气球拉出了一条 只能让一个人通过的通道 看看独轮车能不能走在里面 而不碰破气球 我看这个车骑起来好像老是晃来晃去的 它能够走这种直线吗 能走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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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呀 它基本上来说 在咱们这个 它这个平衡方面 左右摆度 比较小幅度的话 它就能走直线 走直线 其实还是全靠人的操作 对 靠人的平衡 那咱们试一试 好嘞 好 好 开始 爆爆一个 刚才好像还是爆了一个是吧 爆了一个 车把碰到 到最后出来了 通往这边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它到底能跑多快 我们决定在这条空旷的马路上 让独轮车和普通自行车 来一场200米的竞速比赛 用你这个车跟自行车比哪个快 没试过 我觉得 赛下 赛下看一下 就像所有比赛一样 现场的观众们都开始津津乐道地 预测起了比赛的结果 看来看好独轮车的人占到了大多数 甚至就连他 好像也不例外 很快 我们的两位车手都热身完毕 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 有 那么 那么 比赛的结果到底会怎样呢 会和观众预测的结果一致吗 一 二 走 两个人都用尽全力 你追我赶 扭动着身体 盾力 向前冲去 结果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自行车凭借微弱的优势 取得了胜利 原来我们都忽略了风这个因素 因为这片空地上 时不时就会刮起一股大风 而由于独轮车的体型比较大 所以当风从侧面刮过来的时候 它受到的阻力 要比自行车大得多 这么说来 独轮车在大风环境下 能紧紧跟住自行车 已经是表现非常不错了 接下来 我们再去看看独轮车的道路通过能力 虽然这里算不上崎岖 但是坑麻不平的路面 对独轮车的平衡性能 仍然是个不小的考验 朱师傅二话不说 直接骑了上去 然而骑着骑着 就出问题了 最后 他索性把车推了回来 这个软子你骑上去什么感觉 拉回摆了 拉回摆 就是不好掌握平衡 对 原来这套填坎上 布满了松软的沙土 车轮很容易陷进去 车手也就没办法保持平衡了 不过 朱师傅好像是找到了什么办法 准备再试一次 这一次 他好像摸到了窍门 非常顺利的骑了起来 甚至还玩起了花样 经过努力之后 还是不错 那边是光的 这边骑过来有速度的 虽然没有安装任何减震器 但是 独轮车庞大的车体 本身就起到了 很好的缓冲作用 那么 在获得足够速度的情况下 独轮车是否还能挑战 更有难度的障碍呢 这是一个将近高四十公分的填坎 我们决定让独轮车对它进行冲击 看看能否成功骑过去 这次没成功 是不是因为速度不够快呢 它决定以更快的速度 再试一次 虽然过程谈不上完美 但是 独轮车还是成功冲上了填坎 独轮车正是凭借轮子大 所以 接触障碍面积大的特点 而增强了自身的 道路通过能力 为了让更多的人 可以体验导光束飞轮的乐趣 岛里又设计出了一辆不会方导的双轮车 开了原理跟途轮轮一样啊 开了也是 就是说是直动的轮 动心向前移 主动轮朝前 朝前这个 鬼娘 压着这个大龙 每次这个大龙都三转 这样的 这两个主动轮是分开的 那边那边灯 那个人转 这边灯是这个人转 如果拐弯的话 就算是两个那个 对国人的那个斜小功能 一个灯一个不灯 他就拐弯了 我们的记者也忍不住 要去体验一下 这个不会翻倒的双轮车 那我要灯快一点 你要灯快一点 就朝这边转 在那个栏 就这么快一点 如果再往这边 我如果不灯 你不灯 然后 这就还转了 李永利发明的光束飞轮 通过脚来踩塌链条 带动传动轮转动 从而驱动车体运动 在行进时 利用内外两个轮子间的摩擦力 坐在里面的人 仍然可以保持平衡 这个新奇的运动工具 无论是操控的难以程度 灵活性 还是道路通过能力 都紧守住了我们的考验 它就是说 把我们自行车的原理 里边的链传动原理 摩擦传动原理 以及我们整个的话 就是曲线或直线的转换原理 非常好的融合 在一个点的自成的技术上 这样一个小结构里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上 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集游乐 休闲与一体的这么一个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了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发明 要告诉我们 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次感谢彭老师 来到演播室 参与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科教频道的 其他节目内容 结构复杂的核桃 一碰就扎熟的板栗 想吃美味 先要去壳 为了去壳 它们不分昼夜 辛勤工作 是什么样的机器 让去壳的问题 迎刃而解 又是怎么样的设计 让它们在人机大展中 取得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